是一名主持人 曾经的她宏极一时 她就是蓝心妹 说到她 可能大家并不是很熟悉 但她的主持风格 非常的吸引人 蓝心妹呢 出生于1965年 是女歌手主持人 虽然名气呢 不是很大 但是啊 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那可是相当的高 她呢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家庭里面 在蓝心妹16岁的时候 父亲经常失败 家里呢 欠了一屁股的债 后来啊 她开始记录娱乐圈挣钱 帮父亲还债 她的主持风格 以巅峰出名 经常在舞台上人来风 谢娜呢 应该说是 在舞台上最放的看的主持人了 蓝心妹比谢娜 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常笑的满地打滚 曾经呢 在一档节目中 那期的嘉宾呢 是林心如 在表演的时候啊 剧情是蓝心妹 要掌顾林心如 原本呢 是可以借位的 但是蓝心妹啊 却说要真逞 结果啊 就真的一巴掌 呼上去了 被打完之后的林心如 还是笑着 录完了节目 蓝心妹啊 如今已经53岁了 虽然没有结婚 单身一人 却是认了八个干儿子 如汪东成 唐宇哲等人 还曾和干儿子之一的提姆 传出过绯闻 这件事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 恐怕只有两个人知道吧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